字幕組織 李宗盛 字幕組織 李宗盛 字幕組織 李宗盛 李宗盛 整個項目 我應該是2017年 經過一位意大利朋友 告訴我有一份計劃 直至2018年 這位意大利的朋友請了我去他們的節節 在Pasano the Grappa 叫做B-Motion的節節 我便有機會親身體驗教師的工作坊 我最想分享跳舞的快樂 對我來說跳舞動是最快樂的 我們這個計劃的一個所謂的尾 第二就是我們除了是柏金信證患者可以參與之外 其實我們很希望他和他的家人 或者身邊朋友一起參加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一些枷鎖放下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說 走不了出門口 我不懂得跳舞 音樂不對 甚至一些舞蹈動作 可能不是我想跳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嘗試放下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計劃 為什麼我們會引入這個意大利模式 就是他可以讓我們香港的老師 用回我們本土 或者用一些他們熟悉的材料 去設計課程 所以來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很聆聽 所有每一個參與者 他們的訴求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在同一個時間 是平等的 大家互相聆聽 去接收大家的能量 他們的眼睛是突然之間 我知道原來是這樣做 這樣是可以的 那些時刻其實是很開心的 他不是在一般的舞蹈課室 甚至或者我們叫做物理治療中心 福康中心那裡上課的 他是將所有參與的人 都會帶入一些藝術的地方 例如博物館 表演場地 甚至可能在公共空間裡 是充滿了很多藝術氣氛的地方 而變成人人都好像是一個藝術家 在做一種創作 這件事令到我覺得 藝術的力量 甚至是我們整件事 不再從一種治療的角度去出發 只不過是通過藝術 去產生一種共融 而這種共融就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有權利去參加這件事 先說白金順症的患者 我們希望通過舞蹈 讓他感覺到 他是被社會接納的 每人腦裡都有一個想像力 只是現實生活 或者一些真實的情況去掩蓋了 其實你們是每人都有的 而舞蹈也沒有一種語言的障礙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 無論你的一舉手一頭足 甚至你可能是需要坐在椅子裡 一起動動的時候 其實這也是一種溝通 我希望通過舞蹈 作為一種溝通的能力 讓大家多了一份 再投入 在他人生的經歷上 可以延長多一點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得到的東西 也知道有些人來的時候 可能情緒不太開心 但他在我們玩完一小時之後 很主動和我們分享 我相信那個信任 不是只是柏金信證的舞者 和藝術家的信任 反而是反過來 藝術家可以和他在親密的過程裡 結合到一些東西 那個互信 是雙方一定要彼此去認識 這樣才可以建立到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編曲 鎖